請出題 美國針對醫護人員的感情研究發現 男性發生不倫的比例 是女性的五倍 而且通常會發生在哪裡 A 樓梯間 B 值班室 誰知道啊 醫護人員 醫護人員 B吧 B 我的答案是B 大概怎麼猜的 因為樓梯間可能會人來人往 那值班室可能就是有機會 兩個人單獨 或是我職業班是我一個人 那 值班室有人獨處 一般不會進值班室 但樓梯間是從哪都可能 會有人過來 對 它是分配嘛 分班制 假設我是夜班 我可以跟早班 我喜歡的人說 可以來找我喝杯咖啡 這樣 我的感覺是這樣 到我這來看貓 對 到我的 我去辦公室來看貓翻跟斗 真的 輝煌 你不要再跟我互動 不要再互動 看我貓翻跟斗 那個美劇急診室的什麼 也都好像在值班 對啊 很多都這樣辦公室戀情 好啦 可以了 這是美國人的習慣不要學 不會學 不會學 不敢 幹嘛到此外室 我們都在主臥室 所以 謝謝 謝謝 好 這是美國 研究了一下護理人員 他們的一些 婚姻生活狀況 其實聽起來有點 微微不太公平 因為男性出軌的比例 是女生的五倍 但是 如果以離婚率來看 反而是女生的衣食 他們的離婚的比例 是男生的1.5倍 如果來探究一下 到底是出了哪方面的問題 其實有六成左右 都是因為工作太忙了 所以跟另外一半的 性生活的比例 大大的下降 因此就會對你身邊的同事 產生了一些出軌的念頭 精神出軌的比較多 肉體出軌的比較少一點 但是 一旦出軌了 比較常發生在哪一些場域 如果是男性的話 比較容易會選在值班室 因為還是在那個工作的地方 究竟比較方便一點 但如果是女性的話 他們通常會想要到別的環境去 不要在這個上班的場所 否則一旦被發現的話 相當尷尬 好 算你厲害 秉慧煌 是 一萬 在 無法提示位置 請選擇 你可以再痛苦一點 好難選 好難選 我突然沒有靈感 一萬元 你真的很強耶 怎麼會 應該好得很 張漢言幾句 請出下題 許多人會透過喝菊花茶 來降火氣或保健眼睛 但請問有哪一種狀況的人 不建議喝太多 A 高血壓 B 肠胃不好 我的答案是B 肠胃不好 好 決定 為什麼 因為其實 我有時候火氣太大的時候 我會喝菊花茶 搭配枸杞跟一些中藥 但是我有發現就是 當我腸胃比較不好的時候 我的胃會不舒服 所以我知道它這個是相輔相成 它可以對你有功效 也可能傷到你的腸胃 我自己的感覺 請介紹 有 有 腸胃不好對不舒服 有 到 好 其實喝菊花茶有很多的好處 它除了能夠 因為它性肝 胃寒 可以幫忙瞑目之外 同時它其實也可以幫助我們 降低高血壓 因為它可以擴張我們的冠狀動脈 所以就有降血壓的功效 但是還是要注意 其實有一些體質比較虛寒的人 就不適合多喝 因為你喝太多的話呢 會導致微部不適 甚至胃酸逆流 那久了之後呢 反而會損傷到 身體本身的正氣 所以還是呢 要斟酌用量 林輝煌 還是100到1萬 1萬在 邏輯正確 1萬元 哇 哇 也太棒了吧 哇 真的很棒 謝謝妳 請注意下題 孩子上學開校 要讓父母超頭痛 如果讀哈利波特裡頭的 霍哥華茲 撇除掉學費 光是入學物品 就要多少元呢 A 台幣10萬元 B台幣30萬元 誰在研究這個 有哪些東西啊 入學物品 時間剩下50秒 OK 我的答案是 A 鎖定 撇除學費 光是入學物品 就要多少錢 你這孩子太特別了 其實我是 我是用猜的 我當然知道你用猜的 對 我說你怎麼不猜30萬啊 像我剛剛按鈕那個 我也是數7嘛 所以1 2 3 4 5 6 7 剛好是A 好特別的邏輯 7 為什麼要7這個數字 對啊 就是 Lucky7 對 我自己很喜歡7這個數字 你喜歡7 對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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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們不知道它入學物品 對啊 有什麼 除了魔法杖 魔法杖 魔法杖 還有那個披風啊 披風 抖篷嘛 對不對 抖篷啊 還有什麼啊 掃肘 對嘛 掃肘 那超過10萬了啦 對啊 不是 什麼罩在多少錢 誰賣的啊 對啊 對啊 金食堂賣的啊 那個掃肘就很貴了好不好 好像有寫到價錢 我們在猜一些虛擬的東西 對啊 好像真的有在賣一樣 你還要換算成英鎊 換算 對啊 英鎊 還要換算成台幣 對啊 對啊 請你揭曉 太強了吧 好 如果呢 你也是哈利波特名的話 應該知道 在魔法世界裡頭 他們的壁紙用的是加龍 那如果把加龍呢 對換成我們的 在麻瓜世界裡頭的貨幣的話 大概呢 一加龍是五英鎊 那他們其實入學之前 都要準備很多東西 包括了魔法的床袍啊 斗篷啊 冬天 夏天的制服啊 還有這些書籍啊 飛天掃帚啊 望遠鏡啊 貓頭鷹啊 魔杖啊 等等之類的 全部加起來喔 核算了一下 大概就要十萬台幣左右 但是這個呢 只是你要 光是要去的 用的這些一些學雜費 它不包含學費喔 就有人算了一下呢 大概呢 如果你在霍格華斯就讀 一年要台幣一百三十五萬 真的是滿貴的 貴族私立學校的感覺 所以呢 這個作者JK羅琳 也有特別出來澄清了一下啦 他說呢 在魔法世界裡頭呢 去霍格華斯就讀 都是由魔法部 來支付費用的 真好喔 又答對了 林輝煌準備 還是一百到一萬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不在台中 在台北 一千元 差一個零 差一個零 49秒還有至少三題 切一桌下題 通知軟體的發達也帶動了貼圖潮 如果是習慣透過貼圖 清楚表達觀念的人 通常是哪一種個性 A 比較內向害羞 B 親和力比較強 我的答案是B B私立 爭取一點時間 因為剛才有點糾結 因為我自己是 覺得我算親和力比較強 所以我會常常傳貼圖 去表達我內心的感受 但是我身邊有一些朋友 他們是 因為他們不愛講話 所以他們會用貼圖 去表達他們 所以我剛才有點糾結 所以我最後選擇相信自己 選擇相信自己 對 請介紹 恭喜答對 好厲害 明明同一個貼圖 但是不同性格的人 就會在不同的時機 來使用它 上次比較內向 然後個性比較害羞的人 他往往都會用貼圖去 句點別人 結束這段對話 就讓這段話表不下去了 可是如果這個人 他的性格是想要 把事情講清楚的 你想有時候 我們打一個是 可能有些人 聽起來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在生氣 但他後面講了以後 他又貼了一個貼圖 表現出很開心的樣子 或者什麼樣的一個姿勢 你可能就不會 誤會這段話 那對於他要表達出來的東西 也會更加的明確跟清晰 那貼圖上面的使用 如果有這個人 他特別喜歡用愛心的符號 代表他的這個親和力 是比較強一點的 那如果他會用一些陽光 笑臉 一些比較正向的符號的話 代表他是一個自律心 比較高的人 林輝王 以外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用明天再來 你在 你在痛苦什麼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 開始有點貧富懸殊了 真的 張漢妍 準備請出 下一題 運動風氣質已興盛 但是台灣市場調查發現 依然有近五成的民眾 不願意到健身房運動 原因是什麼 A 收費太貴 B 喜歡在室外運動 A 我的答案是A 收費太貴 我覺得太合理了 健身房有器材 要去使用 那當然要付費 所以五成的民眾不願意進去 當然就是因為收費太貴 不然呢 這直觀都不能再直觀的答案 對 一半兩瞬眼 謝謝你介紹 好 就這麼簡單 好 很多人呢 還是會覺得考量一下說 要不要去健身房運動 第一點當然就是 因為覺得收費有點貴 我可能未必一個月 會用到這麼多 那會覺得花這個錢 好像不太值得 或者是會認為 運動這件事 為什麼還需要花錢呢 所以這一些呢 都是比較需要被說服的一些點 那但是呢 如果還是會選擇 去健身房運動的人 可能會考量交通的便利性啊 或是還要練的這個肌肉本啊 就是需要那些器材 所以他一定得到健身房去練 林慧煌 加油 一萬在 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這就是靈感 這就是怎樣 邏輯勝趣 這就是靈感 一萬元 你們應該是買樂透了嘛 等等 第二回合結束 你們兩組呢 剛剛三上三下以後呢 有兩組都還換位置休息而已 毫無表現的恐懼 先冷靜一下 真的 毛起來衝 六萬一千一百元 恭喜再次領先 哇 快要有阿國語了 張翰也繼續 一分鐘打快一點好不好 搞個四題出來 好好好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哦 小鈴鐺 小鈴鐺 到小鈴鐺 快點快點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